国宝100 渐渐精彩 买猫搭猫舌盆的段子流传很广 这个故事的原型实际上跟乾隆皇帝有关 乾隆皇帝在一个汝瑶的水仙盆上刻了一首诗 官瑶莫辩送环堂 火气都无油宝光 这诗上说的可不是什么猫是盆 是窝是盆 什么是窝是盆呢 窝就是小狗 这狗替猫背了锅 乾隆皇帝弄错了 把小狗看成了猫 因为乾隆十年五月有一道圣旨 将猫石盆另配以子坛木座 说的就是这件器物 这个乾隆认为的窝石盆实际上是汝瑶的水仙盆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事跟猫没关 跟狗没关 跟谁有关呢 跟鸡有关 这是一鸡石盆 现在的鸡都不幸福 是工业化喂鸡 那都是石槽子 过去的鸡都幸福 一鸡一石盆 过去农村都有这的 历史上中国人肯定没手拿国宝喂鸡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鸡石盆 就是陶阴鼎 这陶阴鼎不是一人 听着像点人名 特像民国时期的人名 这陶阴鼎是一鸡石盆 这鸡石盆啥样呢 一肥瘦的鹰 形状有点卡通 眼珠子瞪得跟牛似的 然后这姿势呢 是站在山尖上即将要向下俯冲的姿势 那鸡肉都崩起来了 它身后有一大盆 这尾巴呢是大盆的支将 就这样一个盆做了鸡石盆 你们知道 那鸡的心理阴影有多大呢 这东西做鸡石盆 鸡不到恶极了都不过去 这陶阴鼎个大 比鸡还大 鸡说我吃点饭容易吗 鸡必须绕道走 在后面去吃 正面都不敢过去 那鹰盯着呢 那么为什么用一个鹰形的容器 当鸡石盆呢 因为这东西是白来的呀 那还真不是它做的 也不是它买的 白来的 怎么能白来呢 白来不是捡的就是挖的嘛 这是当年它挖出来的 这东西挖得早 1957年陕西化县的一个农民 在离地的时候挖出来的 那年我才两岁 挖出来以后呢 得看这东西表面挺光滑的啊 看着有点意思 又死沉 拼了命就抱回家 50年代 那人没啥艺术感 那时候国家穷困 吃饱穿暖是唯一目的 抱回家以后 就拿这东西喂鸡了 鸡客服了心理障碍以后 每天吃食也挺快乐 陶音鼎有一定的体量 有一定的重量 是一个非常写实的鹰 它在写实中有一种高度的提炼 提炼到什么程度呢 有点像最高级的动画片中的感受 比如你去看看功夫熊猫 就能感受出这种高级 这东西专家把它定为养勺文化 但是它在中国的养勺文化中 鹤立鸡群 独此一见 它不仅在养勺文化中鹤立鸡群 它在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 也鹤立鸡群 独此一份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有超强的写实能力 又有超强的抽象能力 还有实用功能 它是盆状的 后面背负一个深盆 也可以说是长口罐 所以这命名就出现问题了 到底叫什么呀 我们今天叫陶鹰鼎 是把它推至了最高等级 可能一开始就叫鹰盆 鹰挂 鹰尊 名字为什么越起越高呢 是因为这东西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地位一重要就得给拔高上去 我们对养勺文化了解最多的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抽象的有窝纹的水罐 养勺文化包含的文化含义 我们今天是很难破译它 我们用我们四五千年后的人的思想去破译四五千年前的人的思想是非常难的 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想的也完全不一样 陶鹰顶上没有纹饰 它的颜色是灰的 这有一知识 在烧陶器中 灰陶比红陶难烧 灰陶比红陶成本高 到今天依然是如此 灰砖比红砖难烧 灰砖永远比红砖贵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前北京的大四合院都是灰砖带不用红砖 红砖档次低 灰砖又比红砖结实 又比红砖档次高 你看那武术表演 徒手批砖都批红砖 不批灰砖 灰砖第一你批不动它 第二它还贵 舍不得 所以都用红砖 这鸡吃食吃习惯的时候 来了几个学生 1958年 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工程 北京大学历史系 考古专业的同学们来到华县进行考古 勘查 由于田野考古特别苦闷 短则几个月 长则几年 学生就在四周溜达 最后转到了太平庄 听说这家有个东西 于是进去就看 一看这鸡石盆 一老鹰跟一群鸡对峙着 这农民一看 你们这么喜欢它 那我就送给你们吧 那几个学生就把这东西给抱了回去 后来专家一研究认为 陶音鼎是新时期时代养勺文化中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最后就入藏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2003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养勺文化 养勺文化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缅池县养勺村而得名 养勺文化是我们新时期时期名气最大的文化 为什么名气大呢 是因为一百年前它就命名了 凡是跟养勺文化接近的都属于养勺文化 所以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有分布 据探十四法测定年代 养勺文化距今约七千至五千年 当时养勺文化是两个地质学家发现的 一个叫安特生 他是瑞典的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 他发现了北京的周口店遗址和养勺文化 另一个是他的助手刘长山 安特生1914年受聘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 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的采集 1920年 安特生派助手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河南采集动物化石 刘长山采集到动物化石的同时发现了一个文化遗址 安特生了解情况以后 在1921年4月18日取得了中国政府同意后 亲自来到免池县养勺村调查 到了十月份 经中国政府批准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中国地质学家袁富里等 对养勺村遗址进行了首次挖掘 证实此处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这个遗址先后经过三次挖掘 出土了大量的陶器 石器 骨器等遗物 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由于遗址中还发现了非常精美的彩陶 因此人们最早称之为彩陶文化 陶瓶岭被发现时并不怎么出名 他出名是因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时候 作为深奥文物出国展览 1991年我们准备申办2000年奥运会 当时为了扩大国家影响 就选了一批文物去瑞士洛桑 莱蒙湖湖畔的奥林匹克博物馆进行展出 那这文物先让谁看呢 先让萨玛兰奇过目 萨玛兰奇一眼就看中了这件桃银饼 为什么选中桃银饼呢 你想啊 奥运会都是笔鸡肉 这桃银饼看着就有体育精神 有公二头鸡 有腹鸡 其次在各国文化中 鹰都是勇猛的象征 可费了这么的劲 那次咱们北京还是以两票之差 没获得举办权 甭管怎么着 咱后面选上了 1991年这次出国 是陶英鼎最后一次出国展出 2002年 他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 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 从此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出国了 鹰在各国的古代史中 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呢 因为动物能做的事 我们大多都能做 能跑能跳能游泳能钻地 唯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做 那就是飞 我们的古籍中 比如诗经啊 礼记啊 左传中 就有关于鹰的记载 史记中在李斯有一段 就是千黄犬避苍鹰 你看那时的人 打猎有俩帮手 一个天上飞的 一个地上跑的 可是农耕民族的打猎 多半都是娱乐活动 一直到了苏氏苏东坡的 密州出列的时候 还是左千黄右青仓 比如唐代专门设养鹰的机构 例如新唐书中记载 贤旧使鸭无访 以共识寿 一约雕访 二约胡访 三约药访 四约鹰访 五约狗访 这雕 胡 药 鹰 都是天上飞的 就一个狗是地上跑的 后来 人称这不无正业的人 都是无妨小儿 北方的少数民族 尤其是辽金都对海东青感兴趣 海东青是辽金时期 对猎鹰的一种称呼 本意是指大海东边飞来的 朱青色的猛禽 满语意为毛笋 我们看到大多数的例子 鹰都是以大伯小 比如捕鼠捕兔 海东青是典型的以小伯大 这也就成就了辽金民族最重要的图腾 它是一种辽金文化的象征 但在中国文化中 对鹰往往是负面为多 除了鹰姬长空以外 剩下的比如飞鹰走狗 鹰是狼狗 鹰头鹊脑等等 都是负面的词汇 我们描绘一个人 有鹰损之相的时候 就会说鹰嘴要目 鹰鼻要眼 一直到近代的林海雪原 一个大反派还叫做山雕 过去叫坏 现在叫帅 但是我们四五千年发现的 新世纪时代的这个阴灵 是个非常正面的形象 所以才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国宝 究竟这间宝物 古人是怎么想的 出于什么目的做的 做完了干嘛用的 我们今天都无从知晓 可以肯定的是 它肯定不是用来喂鸡的 国宝情未了 下集